我们现在队府会驻美 其实你看 这个东西我要给你看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美国在纪念二战的时候 你看右边的这个图 它是二战的纪念活动 飞虎队的纪念活动 结果是什么 找中共的参加 看到他们的棋 然后左边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给飞虎队的老兵 那这个老兵 他的这个奖牌 这个奖牌上面的国籍是什么 是大陆的跟美国的 这个合不合乎史实啊 当时根本没有中共的存在啊 飞虎队是谁的合作啊 您自己做过这个五联队的联队长 你跟飞虎队其实是友好的 这个美国的第23联队 是友军啊 这个这个冯主委 你来说说看 为什么这个二战的话语权 飞虎队的话语权 现在变成中共在抢了呢 这个是我今天您公布 我才看到的答案 我们所知道的是 像以前的我们驻美的代表 他都有在我们飞虎队的成立的纪念日 这个里面呢 都有强调 中共不能代表中国 当初抗日战争的都是中华民国 那些讲稿我手上都有 而且那些国旗造的就是我们的国旗 所以跟这个是相反的 这个的文件等于是说 另外一种的报道 但是我们的这些是官方的 我们讲是自说自话 但是事实是什么 历史的事实就是中华民国跟美国合作嘛 然后呢一起在这个二战的合作 而且重点是什么 飞虎队就是当时中美合作的最美丽的篇章 对不对 最美丽的篇章 今年是飞虎队80周年 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很多的展览的活动 缩小规模 或者没有办法扩大的举行 那但是 史实就是史实 今天我们纪念80周年 5年后今年85周年 未来纪念90周年 100周年 都还是只有我们能够纪念 可是现在你看 在这个话语权上面 中共已经在抢了 而且抢得非常离谱 连飞虎队的活动 他抢去办 连飞虎队老兵的奖牌 都抢去搬 那身为退辅会 身为我们未来 在这个二战的话语权 飞舞队话语权上面 你退辅会 现在又派两个人到美国去 未来要怎么做 未来像这些地方 我们可能会积极的参与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 中共的另外一种文宣的宣传 我得到的是 确实非常正面的 不但有侨胞参加 美军参加 都是中美的国籍 这个我们手头上都有资料 这个我想请委员 提醒我们 假如以后 他们再有这样的活动 我们住在那边的 排除人员应该参与 我现在提醒你 今天不是说 他们两个办这个活动 你去参与 我要你去争取主办 你态度不能这么消极 你今天态度这么消极 你就算今天人站在里面有怎么样 他们的国旗还不是摆在那个地方 活动还不是他们的 你自己本身要主办 今天你人都到华府去了 过去你退附会没有人到那边去 现在你人到那边去 我告诉你要做什么事 未来你应该这个活动是你办 未来这个奖牌是你来发 未来这个活动应该是你参加 应该你在那个地方主持这个活动 对不对 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立场 报告员 我们五大队 不光是在国内 在国外都有 每年都举行 飞虎队的这个纪念活动 二战的纪念活动 我们用的不光是飞虎队 我们用十字航空队 及飞虎队 我们的规模更大 而且这些都是参与我们 在桃园作战的同仁 他们彼此向我去的时候 人家都帮我当贵宾接待的 我现在就是要一个主动 你明年在开始有人在美国了 是不是能够主动的来争夺 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主动的来办这些活动 可不可以 我想把这个当一个工作的目标 我说我愿意 我们推不过来做 好